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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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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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輪第一順位 台平雲豹選擇的是 台灣師範大學林信寬 第一輪第一順位 台平雲豹選擇的是 健行科大高警惠 心情怎麼樣你們 帥耶 我剛剛在看他影片 感動 第一次這樣子 他想說的感覺都沒有 最難看他一遍 最難看他一遍 台平雲豹2023年 選秀狀元林信寬 以及選秀榜眼高警惟 能夠舉辦獎主的紀則會 所代表我們成功的簽到 我們心目中理想的球員 接下來要有請兩位長官致政 我們的球衣 給我們的新科狀元以及榜眼 那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自己成為狀元的心情 一走上台其實自己還沒有很搞清楚 現在什麼情況 但是到了戴上帽子那一刻就知道 現在我就是一個職業球員 然後我又正式講台平雲豹這樣 我就是會再繼續努力這樣 很謝謝就是不管每一位球迷 是我的家人 然後一路上幫助我的每一個人 那我能就是到今天成為選秀狀元這樣 然後這一路上都是每一個人的幫助 然後我很感謝每一位幫助過我的大家 大家剛剛講到呢 除了有這個好朋友的幫助之外 家人的陪伴也相當的重要對不對 所以在今天呢球團也很用心 特別邀請到你的家人來現場 為你見真的重要的一刻 那我們接下來要邀請到新寬的妹妹 上台來為我們進行獻花 而且今天還有一個神秘嘉賓來到現場 除了有妹妹之外 聽說呢 新寬跟奶奶的感情非常非常好 所以呢 奶奶今天特別搭高鐵從台中北上 來到我們今天加盟記者會的現場 要給新寬加油鼓勵 讓我們一起歡迎奶奶 這是阿爸跟妹妹 啊 妳們好 就是那天有到嗎 現場 妹妹有 對不對 那安排奶奶呢 有有有 奶奶是神秘嘉賓 喔 神秘嘉賓 喔 那看 先把奶奶藏起來 今天還有一個神秘嘉賓來到現場 除了有妹妹之外 聽說呢 新寬跟奶奶的感情非常非常好 所以呢 奶奶今天特別搭高鐵從台中北上 來到我們今天加盟記者會的現場 要給新寬加油鼓勵 讓我們一起歡迎奶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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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會一封爸爸寫的信 因為爸爸沒有到場 所以就爸爸輕鬆寫了一封信給哥哥 寫信寬 很高興你能依自己的夢想 做自己喜歡的事 要好好把握得來不易的機會 加入這個大家庭 要盡心盡力發揮自己的能力 也要多學習 前輩們的才能 徐心求教 最後要開心的往理想前進 父親 哇 掌聲 接下來呢 我們要歡迎到我們的另外一位主角 選秀房眼高錦瑋 有沒有想要特別跟誰分享這樣的榮耀啊 這樣的心情 從小到大然後有幫助過的人真的很多 然後我就是感謝每一個 幫助過我的人 尤其是我台下的叔叔 其實我們沒有直系邪親的關係 但是因為緣分然後讓我們聚在一起 然後他也願意這樣幫助我 真的很感謝他 我覺得現場應該最感謝現在是我叔叔 好同時也要把這樣的榮耀獻給叔叔 他特別從花蓮驅車北上來到現場 要給予我們金偉祝福 那我們這裡一起歡迎金偉的叔叔 大家好 我是金偉的叔叔 其實很緊張 不要緊張 當初國中的時候 國中教練 有一天突然來找我 希望這個小孩我能照顧他 但當初的時候會有一些疑慮 再怎麼說我不認識他 可是在接觸之後 他真的很好 什麼事情都不用我擔心 甚至於到現在都不用我擔心 那今天他的熱誠 就說真的很為他開心 那我也放下了一個情 就是他成功 而且聽說叔叔今天也有特別準備 一個禮物要送給金偉 帶阿嬤的乳豬腳 他喜歡吃的乳豬腳 昨天阿嬤晚上乳的 我早上帶過來 應該還是熱的 還有乳蛋 還有阿嬤的小卡 這裡一個阿嬤的小卡 那要不要念一下 後面是給世界棒的你 裡面內容是 小高要先恭喜你 叔叔傳回來你的好消息 阿嬤好高興喔 阿嬤做的主角希望你會喜歡 有空要回花蓮 阿嬤 阿嬤一定也很想念金偉 剛剛真的差點 他現在又比較壯 他其實在國中的時候 真的是很瘦小 之前我是真的認為說 你可能就高中打一打 你就沒得地方去了 沒想到他自己真的那麼努力 把自己練 練就成那麼的強大 其實那一天選秀的時候 我馬上就有把影片PO給阿嬤看 阿嬤很開心 因為很久沒回來吃飯了 我就跟阿嬤講說 那就用個豬腳讓他來試一下 這樣子 當然現在已經到職業隊了 那自己真的是 祖祖講的身體要健康 你才有長久的路 那真的要吃多一點 讓自己壯一點 不然我看其他人的身材都那麼壯 很擔心你阿 那加油 再次恭喜憲寬以及警衛正式加入了我們Peki 劉寶的旁邊 心境 我覺得他應該會很驚訝 然後很感動 可惜沒看到他哭 我剛剛在原來的地方是看到他眼睛 還是努力在哭 還是很開心 那阿嬤你在台下 因為你剛剛有一段時間躲在最後面 那你那時候的心情 不然也懷疑那個 堅定 那阿嬤到台上跟幸福有什麼時候 那時候 好好 希望他可以繼續努力 然後往他的夢想前進 繼續對我好 哈哈 那阿嬤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幸福講 用台語也可以 哈哈 給點睛就好了 給點睛了 也是很感動 因為阿嬤是最恐怖的 希望他在 自然的程度上 一直保持著競爭性 不斷的成長 希望他能 取得他想要的成績 是 放鬆去的時候 比較緊張一點 就是 一看到我下樓 因為我也不知道他查在話裡 我當下其實都在找阿嬤在哪裡 阿嬤上來的時候我才看到 才主持人才說有這封信 然後就是裡面內容當然 很感動 因為 我爸就是 就是 我們兩個 比較不會有那麼多 對話那種交集 但就是 相處在一起就很自然 對 但是我很少 會聽到他 跟我說這麼多 感動的話 所以其實 在台上 那個心情蠻複雜的 也很開心 很開心啊 很開心啊 然後其實他趕快走過來 因為我在台上一個人很緊張 然後他走過來陪我 就是我們陪伴著阿嬤的朋友 他其實很緊張 然後又很開心 我在那個當下看到他的樣子 是覺得說 他 贏你不要 嗯 當然就是 而且阿嬤從小 然後一路把我帶到大 從高中就開始去學校住宿 然後就比較少回家 但是 其實我 就是真的很懷念阿嬤 然後我每一次 不管是放假還是什麼 我一定 我的 不管放幾天 我的最後一天的晚餐 一定是留給家人 我一定是回去吃阿嬤 煮給我的飯 對 然後我都會告訴阿嬤說 我今天要回去吃飯 然後他就會幫我準備很多 好吃的 他的 家常菜 這樣 很開心吧 就是感覺像是 他一直陪伴在我身邊 然後我 一直這樣子努力之後 得到一個成果 我可以 回贈給他的感覺 就是 也很謝謝他一直 陪在我身邊 我相信我之後 回家那間球衣 一定也掛著 一定也在他房間裡 妹妹說他拿酒表嗎 吃一口想念的味道 多半還是開心啊 就是很感動 因為 我一年只會回去聚餐一次 然後也只有那一次可以吃到阿嬤組的足球 對 我覺得大家聽得出來阿嬤的文字 可能就比較簡單 那可是我自己心裡感受到阿嬤的溫暖 對 因為我覺得心意最重要 心意是買不到的 對 嗯 我覺得很感謝他們 一直以來 就是照顧我 然後接納我 然後 把我當自己他們的小孩子在養 就想對叔叔說啦 就是一直以來他真的都辛苦了 因為還有他兒子嘛 我們兩個可能小時候真的都比較調皮一點 對啊 謝謝叔叔就是 讓我們很自由地想要做 讓我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然後 我覺得以後 有機會的話 因為 叔叔會騎腳踏車 看要去哪裡 要一起騎腳踏車 對啊 我陪他做他喜歡做的事情 好 那是屬於 一樣差的一樣 是屬於 對 對 我說因為他還有他的哥哥嗎 阿伯然後我想說 可以跟他差不多一起 然後跟他們一起騎 好 希望有一天 一天可以 你們在旁邊開車 然後我們騎腳踏 幫我們遞水量 對 快這種池啦 那個渣貓很多 一輪像琴 對 像琴也是榮幸 對 希望打球可以跟他一樣 雕尾 好不好 這個也其實你這樣子就這樣嗎 對對 對 這個 這個 像琴嗎 對 自從琴像琴 對 沒有了 腦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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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不胸霧 這個髮型 他像琴像琴 中共 有一天 小明去 超商 然後走出來之後 他去坐輪椅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腳廢了 嘿 啊好棒 好 太棒了 太棒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